慕颂 纷乱的人群里 我无比清楚地 看着自己孩子的背影 我看着他 瘦小的背影 消失在门里 十六岁 他到美国 做交换生意一年 我送他到机场 他在长长的行列里 等候护照检验 我就站在外面 用眼睛 跟着他的背影 一寸一寸往前挪 终于轮到他了 闪入一扇门 疏忽不见 我一直在等候 等候他消失前的 回头一瞥 但是他没有 一次也没有 我慢慢地 慢慢地意识到 我的落寞 仿佛和另一个背影有关 那一年 博士学位读完之后 我回台湾教书 到大学报到第一天 父亲用他那辆 运送饲料的廉价小货车 开了很长很长的路送我 到了我才发现 他没有把车 开到大学的正门口 而是停在侧 而是停在侧门的窄巷里 父亲说 女儿啊 爸爸觉得很对不起你 这种车子 实在不是宋大学教授的车子 每个礼拜到医院去看望他 是十几年后的时光了 推着他的轮椅散步 他的头低垂到了胸口 有一次发现排泄物 淋满了他的裤腿 我蹲下来 用自己的手帕帮他擦拭 裙子上也沾上了分扁 但是 我必须就这样赶回台北上班 护士接过他的轮椅 我拎起皮包 看着轮椅上的背影 在自动玻璃门前烧停 然后 没入门口 后来 父亲去世 参加葬礼的那天 我站在火葬场的炉门前 看着一只巨大沉重的棺木 像个抽屉似的 缓缓地往前滑行 我略开被雨水淋湿了 前额的头发 深深地 深深地凝望 希望记得 这最后一次的目送 我慢慢地 慢慢地了解到 所谓妇女母子一场 只不过意味着 你和他的缘分 就是今生今世 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 渐行渐远 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段 看着他 逐渐地消失在 小路转弯的地方 而且他用背影 默默地告诉你 不闭嘴 寂寞 曾经三十天折居山庄 足不出户 坐在阳台上 记录每天落日下山的分秒 和他落下时 与山龙碰触的点的移动 我细细地在想 寂寞是个什么状态 寂寞该怎么分类呢 记作时 长想起晚民的张代 他写 胡兴廷 崇祯五年十二月 鱼筑西湖 大雪三日 湖中 人鸟拒绝 时日 更定矣 鱼拿一小粥 用醋衣炉火 独往胡兴廷看雪 雾松横荡 天与雪 与山与水 上下一白 湖上影子 为长堤一痕 胡兴廷一点 与鱼粥一戒 粥中人 两三粒而已 深夜独自到湖上 看大雪 他显然不觉寂寞 寂寞可能是美学的必要 但是 国破家亡 人是全非 当他为自己 嫌目至名的时候呢 熟人张代 桃安琪好野 少为顽固子弟 极爱繁华 好惊涉 好美币 好鸾桶 好仙衣 好美食 好骏马 好华灯 好烟火 好梨园 好鼓吹 好古董 好花鸟 兼以茶饮菊虐 书渡诗魔 劳碌半生 皆成梦幻 年至五十 国破家亡 必记山菊 所存者 破床碎基 折顶病情 与残书树枝 缺艳一方而已 不依书凉 不依书凉 长智断吹 回首二十年前 真如隔世 有一种寂寞 身边添一个可谈的人 一条知心的狗 或许就可以削减 有一种寂寞 茫茫天地之间 于周一界的 无边无际 无着落 人只能各自 孤独面对 素颜修行 相信与不相信 二十岁之前 相信的很多东西 后来一件一件 变成不相信 曾经相信过爱国 后来知道 国的定义有问题 通常那 尊尊善佑 要你爱国的人 所定义的国 不一定可爱 不一定值得爱 而且更可能 值得推翻 曾经相信过历史 后来知道 原来历史一半是编造的 曾经相信过 文明的力量 后来知道 原来人的愚昧和野蛮 不应文明的进展而消失 只是愚昧野蛮 有很多不同的面貌 而且野蛮和文明之间 竟然只有极其细微 随时可以被抹掉的 一线之隔 曾经相信过正义 后来知道 原来同时完全可以存在两种正义 而且 彼此抵触 冰火不容 而且 你绝对看不出 某些人在某一个特定的时机 热烈主张某一个特定的正义 其中 隐藏着深不可测的 不正义 曾经相信过 理想主义者 后来知道 理想主义者 往往经不起 权力的测试 20岁之前 相信的很多东西 有些 其实今天 也还相信 譬如 国也许不可爱 但是土地和人 可以爱 譬如 史学不能信 但是对于真相的追求 可以无止境 譬如 文明也许脆弱不堪 但是 除文明外 我们其实别无依靠 譬如 正义也许极为可疑 但是 在乎正义 比不在乎 更要安全 譬如 理想主义者 也许成就不了 大事大业 但是 没有他们 社会一定不一样 那么 有没有什么 是我 20岁之前 不相信 现在 却信了的呢 有的 不过那是一些 最平凡的老生常谈 性格决定命运 色即是空 船道桥头自然直 曾经不相信 无法实证的事情 现在 也还没有准备相信 但是 有些无关实证的感觉 我明白了 譬如 李淑彤 原记前最后的首书 君子之交 其淡如水 直向而求 直尺千里 问于何事 阔尔望言 华之春满 天心月圆 相信与不相信之间 令人沉吟 跌倒 一个国三的学生 在学校的厕所里 用一个塑料袋 套在自己头上 自杀了 读到这样的新闻 我总是不忍去读细节 我想说的是 K 在我们整个成长的过程里 谁 教过我们 怎样的去面对痛苦 挫折 失败呢 他不在我们的家庭教育里 他不在小学 中学 大学的教科书 或者是课程里 他更不在我们的大众传播里 家庭教育 学校教育 社会教育 只是教我们 如何去追求卓越 即使是谈到失败 目的只是要你绝地反击 再度追求出人头地 我们拼命地学习 如何成功地冲刺一百米 但是没有人教过我们 你跌倒时 怎么跌得有尊严 你的膝盖破得血肉模糊时 怎么清洗伤口 怎么包扎 你痛得无法忍受时 用什么样的表情 去面对别人 你一头栽下时 怎么治疗内心淌血的创痛 怎么获得心灵深层的平静 心像玻璃一样碎了一地时 怎么收拾 谁教过我们 在跌倒时 怎样的勇敢才真正有用 怎样的智慧才能度过 跌倒怎样可以变成远行的力量 失败 为什么往往是人生的修行 和已跌倒过的人 更深刻 更真诚 我们 没有学过 如果这个社会 曾经给那十五岁的孩子 上过这样的课程 他留恋我们 以及我们头上的蓝天 这样的机会 是不是多一点 现在 K也办到了 你的修行开始了 在你与世隔绝的修行室外 有很多人希望烧给你一句轻柔的话 一个温暖的眼神 一个结实的拥抱 我们都在这儿 等着你 可是修行的路总是孤独的 因为智慧 必然来自孤独 家是什么 当场被读者问倒的情况不多 所以不久以前 一个问题使我在一千多人面前突然支舞 不知所云 他问的是 家是什么 问者的态度 诚诚恳恳 我却只能语焉不详地蒙混过去 这么难的题啊 作为被人呵护的儿女时 父母在的地方 就是家 早上赶车的时候 有人催你喝热腾腾的豆浆 天若下雨 他坚持要你带伞 周末上街的时候 一家四五口人可以挤在一辆机车上 招摇过时 可是这个家 会怎样呢 人一个一个走掉 通常走得很远 很久 在很长的岁月里 只有一年一度 屋里头的灯光特别灿亮 人生特别喧哗 尽出杂踏数日 然后 又归于沉寂 留在里面没走的人 体态见孱弱 步履见蹒跚 然后 其中一个人也走了 剩下的那一个 有一天 看见来了一辆车 是来接自己的 他可能慢慢地走出去 可能坐在轮椅中被推出去 也可能是一张白布盖着 被抬出去 和人做终身伴侣时 两个人在哪儿 哪儿就是家 曾经是一国大学城里 一间简单的公寓 后来是一个又一个陌生的城市 家 也就是两个人 刚好暂时落脚的地方 可是这个家 会怎样呢 很多 没多久就散了 因为人会变 家也跟着变质 家一不小心就变成了一个 没有温暖 只有压迫的地方 外面的世界固然荒凉 但是家却可以更寒冷 一个人固然寂寞 两个人孤灯下无言相对 却可以更寂寞 很多人在散了之后 就开始终身流浪 很多一会儿就有了儿女 一有儿女 家就是儿女在的地方 孩子在哪里 哪里就是家 可是 这个家 会怎样呢 幸福 幸福就是生活中不必实时恐惧 幸福就是从政的人不必害怕暗杀 抗议的人不必害怕镇压 富人不必害怕绑票 穷人不必害怕最后一只碗被没收 中产阶级不必害怕流血革命 普罗大众不必害怕领袖说了一句话 明天可能有战争 幸福就是寻常的日子依旧 幸福就是机场仍旧开放 电视里仍旧有人唱歌 报摊上仍旧卖着报纸 饭店门口仍旧有外国人进出 幼儿园里仍旧传出孩子的嬉闹 幸福就是寻常的人而依旧 幸福就是头发白了 背也脱了 用放大镜艰辛独豹的人 还能自己走到街角 买两副烧饼油条 回头叫你起床 幸福就是 虽然有人正在城市的暗处饥饿 有人正在房间里举起一把尖刀 有人正在办公室里设计一个恶毒的圈套 有人正在荒野中买下地雷 虽然如此 幸福就是 你仍旧能够看见 在长途巴士站的长凳上 一个婴儿抱着母亲丰满的乳房 用力的瞬心 眼睛闭着 睫毛长长的翘起 十五岁的少年正在长高 脸庞的棱角分明 眼睛清亮地追问你 世界从哪里开始 两个老人 坐在水池边 依偎着看着鲸鱼 手牵着手 春天的木棉 开出第一朵迫不及待的红花 清晨四点的小鸟 忍不住开始喧闹 一只鹅在薄冰上滑倒 冬天的阳光 照在你微微扬起的脸上 幸福就是 早上挥手说再见的人 晚上又平平常常地回来了 书包丢在同一个角落 臭球鞋塞在同一张椅下 和爸爸的最后童话 小鞋塞在一起 是我 今天怎么样 做了什么 在写字 礼拜天 你回不回来吃饭呢 不行呢 我要开会 你说 爸爸 把钥匙给我吧 他背对着你 好像没听见 不要再开了吧 他仍旧把背对着你 八十岁的人 每天开车出去 买菜 看朋友 帮儿子跑腿 到邮局 领个挂号包裹 没几个月 就兴致勃勃地嚷着 要开车 带母亲去环岛 动不动就说 要开车到台北来看你 你害怕 他却兴高采烈 过了一阵 听说是撞上电线杆了 车头撞扁了 一修就是八万块 又过了几个月 他的车突然急刹车 为了闪避前面的砂石卡车 母亲因为刹车的力道太猛 整个手臂给扭断了 已经住进了医院 他坐在那片黄昏的阴影里 一言不发 先递过来汽车钥匙 然后把行车执照 放在茶几上 你的面前 要出门就叫出租车好吗 你说 再怎么坐车 也坐不到八万块的 他没说话 你把钥匙和行车执照 放在一个大信封里 用舌头舔一下 封死 好吗 你大声地再问 一定要从他的嘴里 听到他的承诺 他轻轻地说 好 缩紧沙发 不再作声 你走出门的时候 长长地舒了口气 对自己有一种满意 好像刚刚让一个 骁勇善战又无恶不作的人 和平搅了血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的是 一辈子节俭 舍不得叫出租车的他 从此不再出门 李拜天 可不可以跟我聚开同学会啊 他突然在后面大声地对你说 隔着正在徐徐关上的铁门 铁门光当一声关上 你想 他可能没听见 你那句 没时间的回答 和爸爸的最后通话 同学会 是我 爸爸 今天好吗 什么痛 脚痛 忍不住吃鸡 痛风又发了 不是知道不能吃吗 妈妈不是不准你吃吗 你偷吃的是吧 接到你电话 说你已经上路 他就摸着扶手 颤颤巍巍地下了楼来 站在饭店门口守候 远远地看见你的坐车 他就高举一只手臂 指挥司机停车接你 下车时 你交代司机任务 话没说完 他已经牵着你的手 准备带你上楼 你曾经很婉转地对他说 我四十岁了 你不必牵着我的手过街 他说好 可到了过街 他的手又伸了过来 后来你又很严肃地告诉他 我已经五十岁了 你真的不必牵我的手过街 他说好 可到了过街 手又伸了过来 他的手 肥肥短短厚厚的 很暖 然后有一天 一个个儿很高 腿很长 很瘦的年轻人 就在那光天化日 人来人往的大街上 很认真地对你说 我已经十八岁了 你真的应该克制一下 要牵我手过街的反射冲动 你当场愣在那儿 然后眼泪巴巴地流下 止不住地流 儿子顿时觉得丢脸极了 大步窜过街 到了对面 两手抄在裤带里 一副和你毫不相干的样子 你被拥挤的车流 堵在大街中线 隔着一重又一重的车顶 远远地看着 对街儿子阳光下的头发 你曾经怎样爱亲吻 那小男孩的头发呀 就在那车水马龙 一片滚动喧嚣中 你仿佛看见 无边无际的空旷和荒凉 灰尘似的 自四面八方 鬼魅一般地缓缓升起 渐渐地聚拢 司机将车开走了 你像绵羊一样 让他牵着你的手 一步一步上楼去 他很兴奋 这是第一次 你出现在他的同学面前 和爸爸的最后通话 观山南越 爸爸是我 喂 今天好吗 今天好吗 你听见吗 你听见吗 说话呀 他突然要你把那只鞋 从抽屉里取出来给他 其实不是鞋 是布 布剪成角的形状 一层一层地叠起来 一针一针地缝进去 缝成一片厚厚的布鞋底 太多次 他告诉你 这一只鞋底的来历 你早就没了兴趣 反正是 他最后一次 到横山脚下去看他的母亲 你奶奶正在树林里捡柴火 临别时 在泥泞的黄土路上 奶奶塞了这只鞋底进他怀里 眼泪连连地说 买不起布 攒下来的碎布 只够缝一只鞋底 儿啊 你要穿着它回来啊 他掏出手帕 开始擦眼睛 眼泪还是滴在 那只灰白的布鞋底上 在他命你取鞋的时候 他是不是很想跟你说话呢 突然又静默下来 是不是因为 他看见了你幼稚 坚不耐的眼神 会不会 当奶奶将布鞋 塞进他怀里的时候 他也是极其不耐烦呢 会不会 他也要过数十年 白山黑水 艰辛射近 无路可回头的时候 他也才默然明白过来呢 后来 你要两个在 异国生长的外孙 去亲近爷爷 你说 你们两个去比赛 谁的话题 能让爷爷把话匣子打开 谁就赢 老大懂得多 一连抛出几个题目 想引他说话 他都是以单音节回答 嗯 好 你附在老二的耳边 敲声说 问他小时候 跟他妈怎么样 我妈妈 他坐直了 声音也亮了一点 我告诉你们听啊 有一天 我从学校回家 下很大的雪 从学校回家 要走两个小时山路啊 雪很白 把我眼睛刺花了 看不见 到家又冷又饿 我的妈妈 端给我一碗白米饭 我借过妈妈 手里的碗 想要把碗放在桌上 可是眼睛花了 没有想到 没放到桌上 空的一声 打到地上 破掉了 饭 也撒在地上了 爷爷流着眼泪 哽咽地说 我妈妈 好伤心哦 她不知道 我眼花 她以为 我嫌没有菜 只有饭 以为我生气 所以把碗打了 她自己一整天 动的手 都是紫青色的 只能吃稀饭 干饭留给我吃 结果呢 我把唯一的一碗饭 打在地上 她是抱头痛苦啊 她气不成声 说 我 我对不起我 妈 孩子们张大眼睛 看着你 不知所措 你起身给她 倒了一杯温开水 说 爸爸 你教孙子们 念诗好不好 一阵奇怪的 沉默之后 她突然说 好啊 就教他们 白日衣衫进吧 和爸爸的最后童话 注释 喂 是我 妈妈 她 今天怎么样 今天好一点 可是一整天 她眼睛都是闭起来的 她有说话吗 你唬着脸 瞪着玛丽啊 你是怎么帮她洗脸的呢 帕子一抹就算了 一直说她眼睛打不开 你才发怒 你就看不出 是因为长期的眼屎 没洗干净 把眼睛糊住了吗 清洗过后 她睁开了眼睛 母亲在一旁笑了 开眼了 开眼了 眼睛 眼睛仍然有点红肿 但是眼睛睁开了 带着点清诚的笑意 你坐下来 握着她的手 心里在颤抖 兄弟们每天打电话问候 但是透过电话 不可能看见眼睛 你也来探过她好多次 为什么在这好多次里 都没发觉 她的眼睛越来越小 最后被自己的眼屎 糊住了 你 你们 什么时候 曾经专注地凝视过她 她老了 所以被勾搂了 理所当然 牙不能咬了 理所当然 脚不能走了 理所当然 突然之间不再说话了 理所当然 你们从她身边走过 陪她吃一顿饭 扶着她坐下 跟她说再见的 每一次当下 曾经认真的 注视过她吗 老的意思 就是失去了人的注视 任何人的注视 你突然回头去看母亲 她的头发枯黄 像一所冬天的干草 横七竖八地顶在头上 眼睛里带着病态的焦虑 她倒是直勾勾地 注视着她 强烈燃烧 带点发狂似的注视着她 嘴里喃喃地说 同我说话 你同我说话呀 我一个人怎么火 你同我说话呀 喂 今天怎么样 喂 今天怎么样 喂 今天 是最后的时刻了吗 是要分手的时刻了吗 她的嘴不能言语 她的眼睛不能传神 她的手不能动弹 她的心跳越来越微弱 她已经失去了 所有能够和你们感应的密码 但是 你天打雷劈地肯定 她心中不舍 她心中留恋 她想触摸 想拥抱 想流泪 想爱 你告诉自己 注视她 注视她 注视她的离去 因为你要记得 她此生此世 最后的容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